完全不明白原來社會是真的對警察很有意見 他認為甚至 譬如最近的區議會選舉 這個建制派大敗 其實我告訴你 我的分析就是 跟警察的暴力是絕對有關 是一個抗議票來的 是抗議特區政府 抗議警察暴力 這個絕對有關 但是我們的處長 一個星期之後出來說 完全無關 那死了 在他的心目中 舉個例子 較早前有一個民調 民意調查 就是說一半的市民 持續地 認為被警隊零分 那他的解釋是什麼呢 他的解釋呢 有的 有解釋的 他在一個訪問裡面 他說這個是因為大規模的 警察就被人抹黑 還有 就是不滿意警察的人 都是縱容暴力的人 啊 那就大件事了 最近的事 市民很不滿 政府很不滿警察 他認為是沒有的 沒有同 就是 我不知道他是 說市民是沒有不滿意警隊 因為市民沒有不滿意 政府 或者不滿意這個社會 是因為警察的暴力 但是無論如何 如果他的解釋就是 第一他說沒有不滿意 或者沒有跟警隊的暴力沒有關 那我只能夠說就是 他完全是 如果他是真誠相信的 那他的判斷真的很有問題 就是這個處長 如果他不是 他只是要撐住警隊的士氣 那他只能夠把頭埋在一個沙堆 那些鴕鳥 但是那個困難 情況就是 如果這個處長是繼續用這樣的態度 去 那那個警察就很簡單 前線的警察 就會覺得 已經是一哥支持我們 就是繼續用這些暴力 就跟市民的不滿 又沒有關 但是 還有 如果我們有用到暴力 就是警察有用到暴力 原來就是不滿意我們的人 就是不滿意警察用暴力的市民 只是縱容暴力的人 我可以告訴你 我的認知裡面 就是很多的和理非 就是所謂和理非 其實他完全是不滿意警察的暴力 但是 他們都不是 他不是贊成示威者的一些暴力 但是那個問題 他覺得 就是警察的暴力 或者他的武力 是完全是不合理 過分 或者是不合比例 譬如尤其是那些制服了 完全制服的人 受制服的指揮者 他們打頭 用腳踢我的頭 等等 甚至 用警車來撞那些示威者 現在還說那個警察還是服職 就是優駕完畢 應該說他不是停職 OK 正如說這個新的處長 我只能夠說 他又反對獨立調查 又認為那個 檢討委員會 根本就不應該去針對警察的 警察的完全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這個結論就是 沒得救 如果處長是用這樣的態度 來給一個信息給社會 給他的警察的同事 或者給 特區政府的高層 那我只能夠沒得救 沒得救的原因就是 因為現在特區政府 就靠了警察 他沒有招 他一說這個檢討委員會 又跟著 譬如說 選了出來的區議員 後任議員 兩個月前 政府就見那些快要退任的議員 那現在選了出來的議員 後任的議員 政府又不打算見他們 那些什麼對話那些東西 全部不知道去了哪裡 又整個對話辦事處 預備對話 那對什麼話呢 政府沒有趁著這個禮拜過去的 所謂叫交為平靜的時間 來主動去做多些事情 跟社會拉近距離 反而是怎樣呢 反而就不出聲 沒有招 特區政府 然後就放 對不起我用一個放字 放一個處長出來 高調 巡視理大 探訪前線同事 然後出去專訪的節目 記者會天天出來 但是說的話是什麼 完全看不到這個問題 認為跟警察的暴力沒有關係 完全認為那些市民只是怪錯他們 還有最嚴重的就是 他認為市民沒有良心 縱容暴力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是徹底劃線 就是我們的西陣署長 和市民 和絕大多數的市民 和絕大多數的和理非市民 是站在對立面 你就是怪他們沒有良心 怪他們中庸暴力 他根本就不是 而是他覺得你警察是中庸暴力 就是警務署中庸暴力 盲撐同事 把那些明明是找個電單車去撞市民的 他不是停職的 他是休假 本來休假是一個表達來的 他都說要復職了 換句話說 你就是繼續撞 你就是繼續打 繼續不合比例的暴力 都是 政府是同意的 警察的一哥是同意的 換句話說 你和絕大多數市民 是站在對立面 我不知道怎樣可以繼續下去 我們的政府怎樣可以和社會去 拉近距離 有一個和解的可能性 完全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 我覺得這樣的做法 只會令到局勢 我本來以為和平的期 是會有兩個星期 如果警務署長是用這樣的姿態 來去罵市民 怪責市民 還有是完全看不到 徹底他們警察的問題 那就是他不會有任何的誘因 任何的想法動機 來去把那些警察 是逐步的紀律收緊 他完全沒有 沒有機會是這樣做 換句話說 我只能夠說 去到一個死局 我這番說話 我已經是沒有興趣特別 去和這個警務署長說 我甚至覺得是林鄭月娥特首 是沒有什麼機會 會有力量去做 我這番說話 如果在北京的領導人 能夠聽得到的話 我不知道 我希望他們聽得到的話 就是如果是這樣下去的話 那你打算出解放軍都可以 你預料了 或者你很不想出解放軍 或者我們最高的領導人 可能想希望畫一條線 不可以出解放軍 但是我想你預料出解放軍都可以 我只能夠說是很悲觀 因為我們的處長 原來新來的處長 一個星期後 是說了這樣的說話 完全看不到問題 OK 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hold 說你的新聞 呢 所以าren infamous 太行 啊 什麼 Ну 轉工一下 枇法 60 純 九 傑 或 serious unrest 是不 related to police brutality 不 related to the police disproportional force towards the protester I think he cannot see the problem when in the survey that half of the respondent give the police zero mark and increasingly dissatisfied with the police well, he just gives the excuse that it's only because of the smearing campaign or the mass campaign against the police he cannot see clearly the problem of the police and he is only accusing the rational fraction of the society of supporting the violence or consenting to the violence I think that's not the case that's at least what I apprehend about the situation the rational fraction is clearly at least many of the rational fractions of the society actually not agree to the extreme violence of the protester but when they see the police as the more powerful one with the fully equipped disciplined forces which should exercise a strong discipline on their officer when they haven't done that they haven't restrained their officer with disproportional brutality towards the protester they cannot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protester are totally unreasonable so that's why the whole situation will escalate up and I can only say if I have no hope on the CP I have no hope on the CE I only hope that if the Beijing leaders can listen to my comments unless they I would say radically apprehend the situation and come to a solution otherwise I just warn them that they better prepare to utilize the PLA because the situation will escalate and the so-called peaceful period after the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I originally estimate we have two or three weeks but now because of the inaction of the CE and the provocating comments of the CP I think the situation will go into the very worst direction I can only say that the past few hours actually just you just you want to give the protesters have enough space and peace to have enough space to have enough space to get 會解散 但是你四點多就無端端無情情 很清楚 港台都已經看到的情況 是沒有任何的暴力的行為 沒有任何的過份的亂子 你就無端端端去開催淚彈 這個只會造成危險 以及令到情況之下是無法控制的 所以我覺得昨天的情況 警方是完全要受到譴責的 就是你去挑釁 以及不是做一個你希望解決問題的方向去處理 這個也正正為什麼我一定要看昨天才回應處長呢 就是因為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換句話說 他是給了前線 你不用管 你照做得了 就是用舊的方法 繼續無情情疾去打人 放催淚彈 亂龍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相信警察的態度是不會改變的 在這個新的處長之下 所以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希望的 如果是有一個理據的投訴 就是這樣會被人拘捕 他絕對是沒有理由的 警察 你四點試一下問一下 我不知道四點今天就不敢出來說 你們就問一下他 他就看看又用了什麼歪理 來再激興市民 但是投訴的 你可以照投訴的 但是我只能夠說 你如果看那個找電單車去撞人 那個警察都可以上班的話 那我自己就完全是不相信 警察的調查是可以公正 還有呢 是可以自製的他們 謝謝 我講講消防署 謝謝